我们先准备一个红通通的苹果 往上面加入一勺的食盐 两手搓一下 用食盐可以搓掉苹果表面的蜡子 这样可以清洗得更加的干净 搓大概两到三分钟左右 然后放入碗中加入清水冲洗一下 苹果可以让人缓解疲劳 并且能够安眠安眠 刚刚入秋的时候一定要多吃苹果 清洗好的苹果放在案板上面对半切开 然后将它中间的盒给去掉 左右各切一刀 再切成薄片 切好的苹果片放入到大碗中 加入一大勺的白糖 翻拌一下 用白糖腌制一下苹果 等一下苹果吃出来就不会有酸味 并且苹果也不会氧化变黑 准备一小碗的小米将它倒进大碗中 小米能够促进消化 并且能够镇进安眠和苹果有差不多的功效 将小米清洗干净 然后控干水分 最后再准备一把红架放进清水里面 抓洗干净 红架可以美容养颜 女性朋友要多吃 清洗好的红架放在案板上面 用刀将它切一下 将中间的盒给去掉 然后再将红架切成小块 切好的红架块放入到盘中备用 先烧一锅开水 然后将小米倒进锅里面 盖上盖子 煮大概五分钟左右 时间差不多 然后将红架给加进来 再加入苹果 你看用白糖腌过的苹果也没有变黑 全部加入之后 盖上盖子 大火烧开 水开之后 调小火 煮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时间到 然后再加入两块的老红糖 用勺子搅拌一下 盖上盖子 焖大概二十分钟左右 这样我们的苹果小米粥就煮好了 刚刚从夏天进入到秋天 可以经常做这道苹果小米粥来吃一下 可以增强机体抵抗力 消除疲劳 还能够安神 安眠 促进肠胃蠕动 感兴趣的朋友 赶紧的试一下吧 最后感谢你的观看 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就请常按点赞功能 关注我 接受更多美食 我是阿玉 拜拜